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官好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我一直从藤层层出来散闹 我们奉便到南面区部房 弹药够吗 省着点的 基本够用 军装远破了 什么时候领新的呀 长官 我们御药市的军装 从来就没有新过 不过这是去打仗 又不是去空民逛街 我们红副市长说了 穿好衣服不一定打好仗 穿烂衣服不一定打淡仗 说得好 去吧 是 长官 人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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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人到来了 老大 兄弟们 不要着急 以连位单位 一个连一个连的零 清楚没有 谢谢 兄弟们 看什么看 弟兄们 人家梁百师在缅甸战功卓著 又历经了千辛万苦 才回到祖国的 发新军装那是应该的吗 他们是祖国的脸面 我们的新军装 顾市长已经到宝山去催了 马上就拿来了 再说了 弟兄们 我们岳尔师不就是穿着旧军装 大仗出名的吗 是 是 是 好样的 弟兄们 黄副市长 他们长 我 弟兄们 想回去吧 是 你看 岳尔师和梁百师 守心守备都是国家的军队 而且这次呢 有长毛你们的接应和照顾 我实在是无以为谢 而且我知道 你的行李也不好说 要不这样 这批军装 我先云一半给桂社的弟兄们 也算是我们的一点信任 那怎么行啊 参谋长 我们这支杂炮军 穷虽然是穷的 可我们的气从来没短过 我要是接受了你的这番好意 市长回来 那还不骂死我呀 好 那我不能抢 不过我还有一份信任 我信任 你一定会回去抢 老兄 梁百师 在我们心目中 他就是英雄 我们俞儿师奋力地营救一半 没有丝毫的图包 你先看看家伙来说 拿过来 梁百师 怎么样 好刀啊 早上你不是说 缺少钢火好的大刀吗 这样刀我们有两百多刀 钢火精髓和日本军刀有一定 就是靠了它 在沿北的利益里拔腾砍树 你才能走出野文山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就全部送给你 送给我 好 那我试试 是 好 早上 你这这个礼 可比人家军府强多了 小鬼子呀小鬼子 你们就等待看吧 参部长 谢谢你的美意 我就说了 你是肯定不会拒绝的 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我看就算了吧 我看就算了吧 不就一只鹅的事儿吗 不就一只鹅的事儿吗 就叫巧取豪夺 你小子是什么都敢干的 先部队伙食不好是吧 你去看看 癫心的老百姓 现在吃的都是什么 咱们这么多军人在这儿驻扎着 全靠当地的老百姓接聚攒 他们是谁呀 是你我的青爹娘 看你干的这些事儿 还敢以抗日英雄刺激 我看你就是一个土匪 我是北方人 天天之后说我受不了 找给我狡辩 北方人受不了 那合着我们南方人就应该挺的呀 小林她是外国人 我不告诉你 佟空极 你小子以后再敢动老乡东西 我把你手剁了 大伯 真是对不起啊 这鹅呢 让这王八蛋给吃了 不过我向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 再敢货海乡亲们了 千万把家里的大小山口都看好了 特别要防备那些偷鸡魔狗的东西 一点小心意 您收下 收着 收着 我向您赔个不是 您别往心里去 好吧 那谢谢了啊 走走走 真是对不住了 真是 不是 我来呢 吃了 吃了 不是 同学 那么大一只鹅 你小子就没吃了 都吃 连骨子 都没剩 你我是生子兄弟吧 你就没想到 给你的长官 你知道我 马曹 还有小林子 有他娘的多长时间 没吃到鹅肉了吗 我们都好长时间 没吃到肉了 一个人就 吃足神啊 对啊 吃足神 我意思 不是 就一直鹅 一块儿打烊吧 一块儿打烊 可以买多少车啊 关键闭 凡醒一个试试 是 别见我 我 请 将军 这是您最后修改过的 安娜积木计划 已经打赢好了 David 现在我们可以带着这份计划 去重庆 接你们江委员长 你爸还在不在重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担心的 因为我这一次 我跟花生米先生交谈的时候 我希望他在 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花生米祖司令 了解两件事 第一 上次 日本人从哪儿把我们打走了 我们这一次 就在哪儿把他们打败了 第二 这一次 不能像上次似的 这一次我 必须得是一个 真正的主帅 真正的参谋证 我放的每一个屁 都得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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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那个娃小心点别摔坏了啊 走走走 小心点别摔着啊 好嘞好嘞好嘞 那个泥霍的再再再干一点 别太失了 好嘞好嘞好嘞 各位长官 下来喝点水吧啊 我们不用了师老婆 师老婆 师老婆你别忙了 曹长官 来 喝点 怎么不见你们同长官 他犯错误了 犯什么错误了 前几天啊 他抢了老乡的一只鹅齿 被我们营长啊臭骂了一顿 他活该 一只鹅吃就吃了嘛 难道还留着给扫荡的日本鬼子吃啊 这老乡也是 这不至于吗 我这不一样 趁你们啊 来到我们青管关 那是我们的福分 你敢想大家休息了啊 行了师老婆 应该的 您就让巧妹 你叫一声兵 兵哥哥就行 美的你 叫兵哥哥也拢不上你啊 是不是 对 对 去去去去去 我跟你说 只能叫你一声兵神力 小妹 是不是啊 行 人家巧妹可没那么学的 我帮小妹带活去 小妹我来了 这个 算了算了 这些苦 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 那现在 到我们腾北 是让你们休养 你看 看老累大将 来 让他休息 让他休息 自从我们住到你们家来 你可巧妹想方设法地照顾她 你得让我们报答报答您照顾 您看到 你们家的目的都邪了 我们把它修好修正了 这可是我们营长给我的任务 我哪敢不执行啊 多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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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房子呀 都歪了十年了 再过十年也到不了 让他想歇歇 您就随他们吧 当兵的不打仗就得干活 要不这把小子骨头就得发荣 您放心吧 他们只能给您弄好 不能给您弄坏了 我这心里怎么不是老人 老公 我想借您个宝贝用品 借什么呀 屋里头没成功 行 三哥 是大晚上的跑车来干嘛呀 打练啊 大晚上的打什么练呀 有些动物是晚上才出来的 有些动物是晚上才出来的 最近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晚上也睡不好 目睹 你闭上眼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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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里全是能干那些事 三哥 你说这招 什么时候能打完呀 不知道 三年 那十五年 大人 招侠 有什么打算呀 我要去医学院深造 做一名外科医生 为什么是外科医生 这样就可以救很多弟兄了 我看着没错 你看什么呀 我给你讲个故事 在两千年前 在古罗马战场 有一个骑士 他骁勇善战 长得英俊 还有男人其他 毕竟是个将军的儿子 他无数次在战争 杀退了侵略者的惊恐 保卫着他的足够 很多黄金贵族的女孩 就非常爱人了 可奇了怪了 她偏偏就喜欢上了她妹妹的东西 这女孩儿吧 长得不是很娘儿 给人感觉却很温暖 这男孩儿呢 脾气剧 好面子 怎么也没有勇气 向这个女孩儿表白 想啊想啊想啊 这可怎么办呀 直到有一天 大敌当前 他马上就要踏上战场 他一想 这可怎么办呀 战死倒不怕 怕的是死了后 还没有来得及 向自己心爱的女人去表白 你说这多冤啊 对吧 是有点冤啊 我要是那个骑士 一定大胆地向心爱的人表白 真的吗 嗯 我爱你 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和你 就是现在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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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不怕你 你想让你 最爱你 是一样的女人 跟她一起 recognize啊 プロ世界 她故隽的故障 来 摆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已经不响了 赌箱随俗 你说吧 这边啊 穷人抬华丹 富人坐华丹 我不是为了有见面的 你说得你 看了一张吧 美隔政府给中国抗战的钱 不都在您口袋里吗 那是美国顾名的税息 不是我的 行 我请你 快坐上去吧 你这种事问都做不了 他们这些人该喝西北风了 你先付好了对吧 那是什么问题 杨大爷 你看你咋说的呢 钱是富国了 不过我们真的是辛苦钱 不是花头钱 你总好我们把这份钱 真的安心点的 是不是 对不起吧 那 好好训练 别人能撑一个好兵 行 好兵 那我就让你们安安心吧 还问点 看着天哪三颗星了吗 我晓得 总晓吗 P 中教 房教 David 行 大老大 第一件事 中心事 昨天事 托执好 好色 Dex经文会 往西看 好 好 好 走 我这次来重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您 中国最高的统帅 当面上订这个作战计划 中国有句话 叫前世不忘后世之事 缅甸战场上的失败 还没有很好的检讨 现在就谈什么反攻计划 你不觉得为止过早点吗 现在整个缅甸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就连滇西都已经落入了日寇的手上 请问将军阁下 这个责任谁来负 杜宇明 还是我 宗森林阁下 缅甸战场的将军太多了 名义上是我指挥他 但实际上指挥权却在杜宇明手上 为李王汉之取他根本就不来 即使后来您派了罗卓英 来协调我跟杜宇明之间的问题 但他还起了反作用 让我们指挥系统更加复杂 也许您觉得三个臭皮匠 能顶过一个诸葛亮 但实际上是三个合胜 没水吃 这就是缅甸打败仗 真是原因 将军不愧是个中国的国 甚至能够熟练地运用 中国的俗语和点语 我佩服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真正懂得中国 也没有一个外国指挥官 能够真正理解我把军队交给 对一个非常实习的中国领袖 是何感的重要 董司令各项 如果没有您的直接点试 杜宇明也许还能执行我下的命令 但正是你的阅迹收益 让他觉得 由我他可以把我 他的直接上司完全不放在眼里 这就是灵甸惨败的主因 这是灵甸惨败的主因 从前线发回来的每一篇报道 我都看了 现在觉得放你回去做老本行是对的 只是你几次遇险 真的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谢谢夫人牵挂 也许正因为有了您的紧张 牵挂才每次把我从险境中拉了出来 这次入冕作战失利 朝野上下是议论纷纷 很多人的矛头 直接指向施立威将军 抱怨说他不会打仗 还说委员长不应该把指挥权交给他 你在缅甸那么久了 可以说是目睹了缅战的整个全过程 以你的观点 能不能告诉我 你觉得这次失败的原因主要在哪里 我只是个战地记者 高层的争论我不完全了解 但施立威平易近人 每每深入第一线是深得士兵和下级军官爱戴的 而且我了解到 施立威只会不动某些中国部队 尤其是杜与明的部队 免战失利除了日本军队行军神速外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 恐怕是最大的原因 这次我是和杜长官同机回国的 原本想好好采访他一下 可我看他心情实在是痛苦 只好放弃 对于最后退兵野人山 杜与明是深有回忆的 这一战的失利 对于我国的元气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还产生了连锁反应 进来 夫人 施笛威将军已经到了 他是来赴京请罪呢 还是兴师问罪呢 选择 洪人 真是 特别 您的媒体报告 我感觉很高兴 让他们处理你像个英雄 女士 成为敌人和敌人的总统 真是尴尬的 再加上那 我并不合奥的总统 我和你更地坏 我好像来到中国 不然来打抗击 但来与我的领导 冲氏 冲氏 很抱歉 我只是差点好迅 你必须知道 你的重点和多 عند得著 你重点和最后是华自夭 他重点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反正我身体能知 你明白这个事情 我希望她能明白 'dan him madam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and I apologize for my impertinence and impatience but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I came to China for one reason One reason alone and that is to defeat the Jap And to that end I must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the general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n Burma Excellent I will pass on your apology to the general and I speak for him And I thank you for your struggle and suffering for China. Now, please return to your quarters and rest. Thank you, madam. Please inform the general that I wait his orders. Alright. 小伙子 他们的思维跟中国人不一样 对于缅甸战区的形势 他一定是不突不快 换个思维想 这也是一种忠诚 我不要这样的忠诚 他是我的参谋政 还是我的派上皇 史迪威的坏脾气 是众所周知的 可他毕竟是代表美国 代表罗斯福总统 来跟我们一同抗日的 缅甸的败局已成事实 这个时候还互相抱怨 与事无补 关键是要商量下一步 该怎么办 将军 该吃午饭了 你得问您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暗示吃饭吗 当然不是 但是一日三餐总得吃吧 我这安那积木计划 我交给委员长 都快十天了 没反应 我求见 我没答复 老爹 这次你彻底 把委员长给夺罪了 我说的 只是实话而已 是实话 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 您这叫犯上作乱 是中国得罪人最严重的一种 他不是皇上 我也不是大臣 当然 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 最有权的那个人 他就是皇上 你别说 我来自身权 我叫约尔斯福 紫尔斯福 总监尔斯福 我来自成长 于补兰 美丽 我是大臣 我来做的 我来不做 是 凑收到 一个小兹 小兹 他觉得他是皇上 你 你懂得 你 他不是皇上 他不是皇上 但是他就是老闆 總統 大冠軍的宣傳 從中央報告的公司 是來看你 宣傳,消息 水晶轩女士 我非常高兴见着你 但是如果您是来采访我的话 一定会很失望 因为这十天啊 我一直在重庆 无所事事地吃干饭 将军 这次我不是来采访您的 我是受夫人的委托 专程来看望您 并将别人送给她的礼物 转赠给将军 您看 这个是产自云南样笔县的核桃 叫样笔核桃 这种花生啊 是产自四川本地 叫天府花生 夫人说啊 现在战事困难 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把这两样 中国老百姓送的礼物 转赠给将军 表达一点中国人民 对将军的谢意 请替我转达对夫人的谢意 请替我转达对夫人的 请替我转达对夫人的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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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在处理 Keep this response In the near future I see no possibility of large scale operations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the near future I agree to his request to send a squadron of B-29s to the North African theater As there is nothing going on here They'll be better used fighting Germans 报告 结束 水晶线女士 还有什么 其他的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的任务完成了 告辞 我让我的报告 好的 记者女士 如果我这里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也许我会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你 谢谢 铁铁铁 很宝贝 你知不知道 中国人是一位女士 否则是一位女士 好 让我们看看 有意安的 先生 你叫什么 什么类的 核桃 这叫羊笔核桃 说实话 我还是记得天赋的花生好 错了 还是核桃好 因为核桃 它是有思想的经过 你看 它的果实就像一个人的大脑 但我花生米 这可不一样了 光溜溜的 就特别像 谁在脑子 大灵 史迪威的冷板道 你还打算让他做多久啊 他五月下旬就到了印度 六月底才来见我 见着面还出言不逊 他让我做了一个月的冷板灯 我让他做半个月不为国吧 如果打不通天赋公路 那我们的圆滑物资怎么运进来 又怎么谈长期支持抗战 难道就是靠陈纳德的驼峰航线吗 驼峰航线像个小细血管 起到杯水车芯的作用 而滇满公路是大动脉 现在连这个细血管都快堵塞了 你跟史迪威彼此让对方做冷板灯的结果就是 史迪威本来答应援助中国的 毕二十九轰炸机队已经飞完北飞了 他还放出话来说 所有的圆滑物资都将重新分配 这可不是儿戏呀 你使命的欺人猜谁 我不要这样子探不着 谁给我醒来的 谁给我送回去 老夫人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考虑 那是为了中国人的尊严 如果美国人不给我们这个尊严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合作呢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史迪威还在重庆等着呢 现在就有点像三国时期赤壁之战 孙刘联合抗草 孙刘绝不可以分裂 一旦分裂 曹兵尽收天下 当年刘备是派诸葛亮到东吴 可今天 罗斯福派的不是诸葛亮 而是一个完全不懂礼貌的野张飞 你看看 这孙前和张飞 他俩能谈得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个 居中调停的鲁肃 段忠仪呢 我派他到颠夕 树立二百十的侍宜去了 马上把这个鲁肃请回来 这里比颠夕更需要的 我扭不住了 我们已经在重庆了 十几天了 除了吃干饭 什么事也没做 我已经在重庆了 我告诉你 这十几天 比走出缅甸那十几天还痛苦 这一条状态 所以我不顾位置长的反对 偷偷带你吃小吃 我父亲曾经说过 志伟在民间 对 你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被委员长派到颠西 接应二百十左右 二百十都回来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呢 你想办法让你的父亲赶紧回来 只有他才能协调 我和委员长的问题 将军这不行 你老奔为什么消 就让这些来交减让我的胃吧 这样或许能让我的心脏倾诉一些 你和史迪威不合 我立即到美国去做工作 我费了多大的努力 现在美国方面同意撤换史迪威 你却变卦了 你怎么能这样反反复复 朝令夕改呢 宋四伯 你不要认为你是我其咎 你就可以这样的不尊重我 你晓得吗 东南亚战区司令长官 英国人蒙巴顿寻爵 就已经明确地表示过 只要史迪威离开中国 英国军队就不再配合中国军队 再免得离间行动 你让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你出尔反尔 不仅让我在美国无法开展工作 而且让美国政府内部那些 反史迪威的人士 陷入了最大的困境 这是外交不是儿戏 那是你们的外交 进入 快点 快走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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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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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杀鬼的爆爆炒 给老子抢上 你走了像海鸥飞翔 我走了那么的匆忙 你走了像彩雲飘摇 我走了那么的彷徨 你把生命留在留战场 我把鲜血散在了路径 你把本生也忘在故乡 我把青春安放在天堂 春天的灭灭 也闻着火香 心里的春 也活过了脸庞 年轻的烧米 无比的高强 伤心满泪水尽头 这一生 为了自由走上战场 居然荣誉无伤荣光 为了独立走向远方 化为灰烬 永荡光 伤心满泪水尽头 伤心满泪水尽头